全大写 Name Synopsis Description Also ReportFacts C Also 有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呢 Example 例子 给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理解一下 那么好在这里我们要退出怎么退呢 按Q直接就可以退出了 在Linux里面大家可以有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些帮助里面就是我们一般中途想要打断或者退出 不是按Ctrl加C就是按Q 有的时候在命令或者编译的命令执行查找啊 命令执行过程中啊 查找过程中啊 编译过程中啊 你想退出按Ctrl加C来中断 啊 那么一般看这种文本情况的时候 你只需要按Q就可以直接退出了 好 退出 好 这个就是 关于LS 我们用Man看了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第三种形式看它的帮助 Info Info的内容是不是就更多了 而且不但更多还更复杂了 它会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些菜单的操作啊 还会还会有一些菜单的操作 哇 内容更多了更详细了 好 这就是他们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Man来看命令的帮助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知道一下Man和Info的区别 Man就是系统的帮助手册 Info是基于菜单的一个超文本系统 由GNU GNU项目开发 并由Linux 发布啊 那么它除了包含我们的Cell里面的官方的帮助之外 还包括了GNU项目开发程序的一些说明啊 所以内容确实比较多一点 但我们记住我们用Man来查找就行了 那么你说了Sandy 既然Man也是一个命令 我们能不能Man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啊 大家自己 好 再次验证啊 好 就屏幕是不是有点花有点乱呢 这里有一个小程序叫Clear 清屏啊 有个小命令 清屏 这些命令其实跟我们以前DOS的差不多的啊 如果有过DOS基础的朋友们就比较清楚了 那么同时我刚刚说了 在我们的Bash里面 它会记录我们的历史书差不多500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历史该怎么来处理呢 怎么来看我们的历史呢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命令叫History 那么History 当接触到这样一个新的命令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来查看一下对不对 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那么这里教大家一个窍门 我们在看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对参数的 对参数这块使用 我们就看Description这块就行了啊 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Event 内容还挺多的 参数也挺多的啊 History Function 好我们来看看哪个我们用的上呢 最常见的 好这儿 指定一个通过一个N来指定它的一个行数 就最近的多少条 最近的多少条啊 History N 比方我要看一下最近的12条 我就打一个N 好最近的12条命令就都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了解这个History一般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用不上啊 一般情况下都用不上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就是如何给一个命令去起一个别名 这其实也是一个命令 叫Aless Aless Aless的话 我们 它的一个格式就是Aless 加上你要起的别名 加一行命令 那同样的我们还是通过帮助来看一下 Aless 出错了 所以 等录了 OK 那Aless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起别名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Aless Aless Name 等于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比方说 我要给它起名 这样一个命令 让它等于 ls-l 这样的一个命令 OK 那这个命令就给它起好了 我们调用一下sundi 其实这个命令 我用的也很少 基本上是不用它的 你看我现在敲了sundi 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调用了ls-l一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好 这就是它是起别名 但是如果要取消掉这个别名呢 我们看一下 就可以用Aless Aless 然后就取消掉了这个样的一个别名 我们再调用一下sundi 是不是就不管用了 对吧 这是别名 好 至此我们先做了一些基础知识的一些介绍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正式的share 那么share命令涵盖 其实因为内容太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造就 要对它进行分类 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当时在设计share而言 你会给share分哪些类别呢 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分类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什么呢 紧围绕着我们的share的概念来说 这个是Linux内核 这上头外面套了一层是我们的share 那么如果你要做这些命令 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跟它进行操作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内核有哪些内容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命令应该对它跟它对应吧 我们的内核有文件系统 对不对 文件系统就包括了文件操作和磁盘操作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内核有进程 有进程甚至于现程 那么我们的内核有网络 对吧 我们能想象的想象到的比较清晰的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啊 那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到 哎那分类里面会不会有这些东西呢 但是也有可能是呢 有这些东西而不局限于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我们要操作的是整个操作系统 而不仅仅是内核而言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其实把我 把我们的系尔最后是进行了一些分类 这是我们内核的一些东西 文件管理啊 进程管理啊 内存管理 网络管理和其他 就其他我现在不知道 如果是我在设计 我肯定不知道 只有在用户提到这个问题了 我才会考虑到 所以我们也来这样分类 那么文件系统及相关操作 词盘管理 那么进程管理 网络配置管理 这里稍微多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用户管理 这个就不是我们内核的内容了啊 这个就不是我们内核的内容 但是我们的操作系统又离不开 因为我们Linux多用户的机制 那么他又离不开用户管理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系尔命令也会要考虑到这一块 那么因此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几个类别来 把我们的命令分分类啊 分分类 最后我们所有的命令 这几十个命令都学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一张总表 方便大家进行一个记忆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文件系统及相关操作 有哪些内容 哇 命令不少哈 我们一看哇有这么多命令啊 会不会晕掉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 来过一下 CD CD就是进入文件夹 就是访问文件夹的一个方式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是已经用过了 就查找某一个文件 或者某一个命令在哪里 PWD 就是查找你当前的路径 这个你可不要认为是什么 我们有的朋友认为这是password 不是啊 这是print print当前的目录 print当前目录 ls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file 是文件属性 查看文件属性 echo 就是打印字符到屏幕上面 make.dr 和rmdr 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make.dr directory 就是建立我们的文件夹 和rm 就是remove remove directory 对吧 cat cat可不是猫哈 cat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呢 有的朋友说 怎么猫还会 cat的作用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 就是把文本里面的一些内容 输出到我们的屏幕上面 对不对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cat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 很不方便我的记忆啊 实际上我们通过man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cat 是calculate calculate 的一个缩写 啊 calculate 是一个 就是那种连接啊 连接的意思 是连接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文件连接 并且给他打出到我们的标准的输出设备上面 calculate 那么cp mv 和rm cp呢 就是copy的缩写 这个就无用之一了 拷贝 mv 就是move嘛 就是移动 rm 就是remove 就删除 好 这个呢 c-h-o-w-n 啊 clone 我们可以称为clone 那么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change owner 改变拥有者 后面 顾名思义就是change group 改变所输 好 这个是changemodel 就改变 模块 其实在这里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用他改变权限 改变权限 文件权限 grap grap grap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的 就是在一个文本里面去查找 去查找一些关键词 find 也是查找 但是在词盘上面去查找我们一些文件 locate 是在我们的 词盘上面去定位我们的一些文件 所以这两个有点像啊 但又不一样 然后就是link 就是link的缩写 就是建立我们的连接文件 建立我们的连接文件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windows里面建立快捷方式是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些操作 那么在文件相关的还有压缩与解压缩 gzip和tag 这是两种操作格式 一种是gzip就是我们的一种压缩格式 而tag是我们一种打包和解包的这样一种格式 这个其实我们用的也比较多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的比较合并 dif的话就是比较两个文件的不同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patch就是打补丁 对不对很容易理解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命令怎么样去使用 那么cd 这个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啊 然后cd 根目录这些 这个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跟我们的windows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注意打空格 然后返回上一集就是cd 俩点对不对 俩点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养成一个习惯就加上空格 你看我在cd返回上一集的时候 不加空格 他就会把它当成一个命令 他会把它当成一个命令 如果是两点的话 他就会把它作为一个参数进出 还记得吧 我们的是说了 命令后面跟上option选项 再跟上参数啊 这俩点就作为参数给输入了 好 这是我们cd 再看一下我们的where is where is 比方说我要看一下pwd 或者叫cd这个命令在哪里 where is cd where is cd 好像到处没有找到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找到了 password这个命名啊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呢 他有的有的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的话说明什么呢 说明cd还不太一样 对不对 跟我们的普通命令是不太一样的 跟我们的普通命令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以后我们在编的时候 我们就就会看到啊 包括大家去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sbin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验证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们之前编的share 不是一般都是命令放到bin下面的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是bin下面没有没有他 这bin下面有ls没有cd 可见这个cd可能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cd里面的命令 对不对 好所以这样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现在我们先不深究 我们就先记住他 好 然后whereis 同时我们再找一个 比方说whereisls 这个我们命令常用对不对 哎 我们就找到了 ok 在bin下面有个ls 在user shell main下面也有个ls 这两个我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命令了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个压缩包对吧 gzip的一个压缩包 这个实际上在man下面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是ls的在man里面的那些帮助的 帮助说明文档啊 它作为一个压缩包放那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行 好 这就是我们whereis的使用 当然你要详细的了解 它更详细的使用 这个我就不用我教了啊 大家自己下来看 自己下来看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pwd pwd我们直接输入就行了 打出当前我们所在的位置 那你说我们直接进入到我现在的工作区 比方我cd cd你可以用波浪符 再加斜杠进入到我的主工作目录 或者呢 或者默认的后面什么都不跟 也是进入到我当前用户的主工作目录 好我现在再打个pwd 你看就知道我当前的主工作目录 是在home下面的sandy这个文件夹下面 所以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ls ls的话我们其实有必要去看一下 我们常见的ls 有这样的几个比较常见的命令 一个是ls-a一个ls-l 这两个我们用的比较多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ls-a 这个就是把什么 把隐藏的文件也显示出来 ls-l a是all的缩写嘛 l就是long的缩写嘛 就是详细的 以长文件的方式给它打印出详情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al 对不对 这样更详细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如我们所想的这样子 我们来找一下-a 这个参数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再找一下-l是什么意思呢 使用一个长的列表格式 对不对 使用一个长的列表格式 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很简单啊 当然我们在做ls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呢 做通配符的这些搭配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可以加上通配符的这样一些使用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命令叫ll 大家也可以常常用到 它跟ls-al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list long的意思 list long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我们ls的这个命令 我们下面再看file file是看文件的文件的一些属性了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hello.c这个文件 我们就用file指向到hello.c 大家可以看 他就指指向这个文件了之后 他就读出来 这是一个asco的文本文件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呢 你看他就读出来 这是一个目录对不对 那好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文件呢 比方说ls的文件 file并下面的ls我们看一下 你看他就指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32位的可执行文件 是基于什么平台的呢 intel80386这个平台 以后我们如果做ARM 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在ARM上面 下面编译的 我们就会就会知道OK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ARM的相关的一些平台 对吧 下面是更详细的一些版本和版权信息 这是我们file的一个使用 echo就是在屏幕上打一些话了 Hello Sunday 这个很温序的理解 没什么好说的 mixfile建立一个文件夹 比方说我建立一个sundayd 建立一个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我这个显示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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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出来 出来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sundayd里面 内容是空的对吧 sundayd里面内容是空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删掉 既然是make make dl是建立文件夹 removedl就是删除文件夹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好我们现在再试着再删一个文件夹呢 我我再再建一次啊 make dn2 sundayd 我现在进去 进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sorry 我在这建一个文件 建文件的方式有很多种啊